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即将要在北京举行了 而中国方面欢迎各方一起共相慎聚 虽然说是出了善意 但是却出现了两样情 因为欧洲国家意大利现在有意要放弃一带一路倡议 但是欧洲的另外一个国家葡萄牙 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宣传的新指标 而专家就评论了到底为什么是葡萄牙呢 因为葡萄牙给中国很大的发挥空间 再加上很多中国人呢 因为Golden Visa所以住在葡萄牙 也促使葡萄牙强化参与一带一路 尤其这几年中国跟葡萄牙的双边贸易额增加 是非常的迅速 而且去年已经突破了90亿美金的大关 这个数字是写下了历史新高 而之前很多国家都因为跟中国 因为发展一带一路 所以有合作的关系 那除了欧洲之外 也包含了南美洲的国家秘露 但是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中国正在控制秘露的关键基础设施 而中国企业一直在收购 拉丁美洲的电力 矿源 以及港口资源 而中国对秘露的投资规模 以及这些投资所处的一个战略位置 现在都已经引发了美方的关切 而另外中国和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 也备受关注 是哪个国家呢 就是印度了 其实中印这两国啊 这几年关系都还蛮紧张的 而印度的首都新德里的警方 在3号突袭式的搜查了当地的一家网路新闻媒体 其中40多名新闻工作者的住所 而且把很多人都直接带回了警察局去询问 那大家也很好奇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那印度的官员就表示 是因为这个网站配合中国进行大外宣 我们下集完